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战国群雄诸侯乱战 百家争鸣 礼崩月坏 风出并作 众说纷纭 让我们一起进入那个豪气冲天的年代 您听一个又一个精彩的故事 见证一个又一个热血的英雄 范居是一位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 一方面他小肚鸡肠 所谓美饭之德必赏 雅自之怨必报 这话的意思是说 你请他吃过一顿饭 他都会记在心上 你要对他瞪瞪眼 这个仇他也是要报的 可想而知 一个大老爷们计较到这个程度 是多么的不厚道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又赋予深谋远虑 能够忍辱负重 最后报了大仇 成了大事 一方面对过去的恩怨耿耿于怀 设计杀仇 另外一方面又有战略眼光 提出了远交进攻的战略方针 而历史证明了远交进攻是行之有效的 秦国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之下 一步一步强盛起来 一步一步完成连横大业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说 藩居是秦国霸业的奠基人 并不算过分 所谓的远交进攻 就是结交远方诸侯 确保进处被打击的小国 陆续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 然后各个击破逐层外推 拿到近代也有这样的例子 二次大战的时候 希特勒就与斯大林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这就是远交 结交好远方的大国苏联 然后动手进攻周边的弱国 逐步吞并了捷克波兰这些周边的小国 这就是进攻了 二战的时间并不算太长 短短几年时间 就用现代战争的方式 为我们展现了远交进攻的威力 当然这股邪恶的势力最后失败了 而秦国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成功了 不过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指出一点的是 不能老唱赞歌 也要看到事物的另外一面 在范居之前 秦国并没有强调远交进攻 其实也不能算错 这当中的区别就在于齐国 齐国的强大和衰弱 正是秦国外交政策的转折点 在范居之前 齐国强大 秦国执行的是进捷赵魏涵 抵制远方强大的齐国 在这个时候 进交远攻是正确的 因为当时齐国强大 你想进行远交进攻 估计齐国老大也不会答应的 齐国人可不是坐山灌虎斗的善茬啊 好了 现在齐国被燕国痛扁 土崩瓦解走下坡路 再也没有什么能力 去干涉魏国韩国的内政 干预国际事务了 所以秦国这个时候 才需要有一个外交政策的转折 才能成就远交进攻 换句话来说 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 是时机和形势的使然 范居只是一个引子 显然范居也明白这一点 他一味的指责 以前魏涵越过魏国韩国 去攻打齐国是错误的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出于和魏涵政治斗争的考虑 为了扳倒对手 当然需要借口 所谓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所以从我们后人的角度来讲 魏涵不能算绝对错误 而范居的远交进攻 也不单单全靠他的提倡 行事使然而已 即便他不说 或许还会有王居 李居 张居 谢居 始终会有明眼人 站出来说这一点 秦国也会顺应历史的发展 最终调整自己的外交策略的 秦国人开始远交进攻了 于是潮起潮落了 乌云卷动着 把暴风雨推向了自己的邻居 魏国和韩国 中原的天空暗淡下来了 首当其冲的是中原的魏国人 这魏国人 这几十年挨打都挨出经验来了 他们心里清楚得很 在被秦国人强暴的时候 反抗是最痛苦的 还不如顺着老大的意 或许痛苦的过程可以短一点 于是就派了中大夫虚谷 捧着礼物风情万种的 跑到秦国去求情了 这一次他的任务只有一个 就是去见一个人 这个人是秦国的相国 名字叫张禄 对于虚谷来说 是很迷惑的 魏国这几年 消息是不是太不灵通了 地下工作都做哪去了 张禄到底是谁啊 只知道这个人 是秦国的相国 当权以后 一刻不停的到处挑起战争 特别是挑起了秦国 攻打魏国的战争 打仗 打仗有什么好玩的 和平多美好啊 这个人是战争贩子不成 如此热衷于战争 那一定是个暴力狂 张禄是何许人 虚谷一无所知 但张禄对虚谷 却是太了解了 其实张禄一直都在等 等一个人 当然 更重要的是等他的人头 如果这辈子不能看到这个人的人头 无论自己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 自己始终是张禄 一辈子都抹不去伤痕的 卑贱的张禄 这个人的名字叫魏琪 只可惜 范局这一次没有等来他 是等来了魏琪派来的人 虚谷 自己从前的主人 虚谷来了 带来了魏国不愿意打仗的消息 倒不是因为魏国新上任的国君热爱和平什么的 只是面对这一场不能输的暴力游戏 魏国已经玩不起了 只要能够安安稳稳的修养生息 魏王发誓 总有一天要雄起 像以前那样 把秦国老贬得抬不起头来 所谓的新官上任三把火 张禄是新上任的丞相 魏王是新上任的国君 两个人不能放在一起比的 有的时候不能不敢看 这个魏国国君当得窝囊了 还不如秦国的一个相国来的自在 人比人 那气死个人呢 不过这个时候 在魏国还有真正火的洒脱的 潇洒自在的大有人在 魏王的弟弟就是其中一个 在秦国 大王的弟弟就是大王的弟弟 除此之外啥都不是 但在魏国 大王的弟弟没有公 也可以当官 没有事 也可以封地 这个就是贵族统治 和不一将相的区别了 在魏国 魏王的弟弟还可以起一个 人模狗样的名字 听起来挺吓人的 他就是姓灵君 姓灵君的故事 我们先放一放 以后再说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到明清 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集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到明清 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 VIP社群 在群里 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 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 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拼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 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在群里等着你了 在群里等着你了 在群里等着你了